好 我们看142经 他说 佛在奇缘经测 这个时候世尊跟比丘讲 比丘于何所不见我 亦我相在 这个跟140经我们可以对看 他说 多文圣地指于何所 见非我不亦我 不相在 他这里是翻 于何所不见我 亦我相在 那其实这两个应该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翻法不太一样 他说 比丘于何所不见我 亦我相在 那140经是 于何所见非我不亦我不相在 那于何所不见我 亦我相在 就是他如何能够 比丘怎么样才能够 不见我 亦我相在 就是不见是我 亦我相在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我底下都是 色其是我 受想其是我 不见我 不见五蕴其是我 不见五蕴亦亦亦我 不见五蕴中有我 我中有五蕴 这怎么样才能够正无我 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无我的底下就是 事我亦我相在 无我的底下就是 事我亦我相在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底下 色不见我亦我相在 就是色 就是五蕴 后面都是受想形式嘛 就是五蕴 那么我 我的底下就是 事我亦我相在 这三种 所以说是 比丘要怎么样才能够 正无我 见无我 简单讲就是这样 好 那么比丘白佛 他说 比丘 你们要怎么样才能见无我 因为无我就是核心嘛 那这些比丘就跟佛说 一样 法根 法眼 法依 这是一切法的根源 一切 就是引导我们修一切法 见一切法的 是我们守依规来能够见一切法的人 就是是法的依规 是佛法的依规 是佛法的引导 佛是佛法的依规 是佛法的根源 有佛说法 从中出教的啊 那也是我们借由佛的引导才能见法的 通常就是这三个 所以叫做法根 法远 法依 我们是依于佛的 那么是由佛的引导来见法的 依于佛而能够知法 依于佛的引导而能够见法 那么是佛陀是一切法的根源 由佛说 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法 我们由这个法 有佛的引导 我们才能够理解 然后能够正这个法 所以希望佛陀为我们说 好 那比丘听了之后 就是我们 你看朱比丘文语 这个讲的比较简单 简单的话就是朱比丘文语 如说奉行 那么有些就是早上我们说的 那么有些就是会讲 这个我闻法后当独一尽住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乃至 乃至不受后有 乃至就是能够见到法 一直这样修 修到见到法为止 那这个讲的就比较简单 我们听了之后会依佛所说的 那么努力去修行 就如说奉行 这个后来就是变成经典 变成经典的常用句 就放在经典的最后面 就是一切大众闻佛所说 欢喜信寿 依教奉行 就变成这样 前面如是我闻 那中间就开始讲很多 那后面就是 那么这个天龙八部 人非人 那么这些 闻佛所说法 闻佛所说法后 欢喜信寿 依教奉行 就欢喜奉行 就是这里的 如说奉行 那如说奉行基本上就是如说修行 就如佛所说的这样教 我们就这样去修 那么佛跟比丘讲 好 那这个也是 这个也就是变成惯用句了 常用句了 那么所以我说阿兰经有些 会看起来会像是 带公事进去 就是因为也好备 就带公事进去 然后就是把一些不同的元素放进去 那只是这样 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简单翻例叫做地听善事 当为奴说 余色 那他怎么样见无我呢 你说 有我执着我是生死的真解 那么无我 见无我 见无我 知无我 如时知 如时见无我 这个是解脱的关键 好 那问题怎么正无我 怎么知无我 怎么见无我 怎么观察无我 就在这里 那他说 余色不见有我亦我相在 有我亦我相在 是我亦我相在 是一样的 那么不于受想形式 见 有我亦我相在 说亦父如是 那么比丘底下也一样 跟139经 140经都一样 先讲三个主要概念 挤运我 离运我 跟相在我 先讲这三个概念 因为我不出于这三个 有我没有我 无运有我无我不出于这三个 在色 色即是我 受想形式即是我 色 受想形式之外有一个我 色在我中 我在色中 那么合合才有这个我 那基本上不离开这三个概念 那这三个概念 这三个概念 你只是去推敲 就好像你从时间上 不是过去就是现在就未来 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外的 没有 那你从空间上不是内 不是外就是中间 没有没有在这个三个里面还有的 没有 所以你这样去看 那么你这样去分 那这个 是我 亦我相在 你这样去观察 如果没有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就没有了 就好像这个东西 既不在这个房间里面 也不在这个房间外面 也不在这个房间里面 跟外面的中间 那它一定没有了嘛 它一定是不存在的嘛 那所以 这个 也一样 也一样这样去观察 好 那它底下都会 一一再一一观察 先从这三个主要的 到底有没有 那再细部的 再细部的去看 那么它说 那色是常还是无常 那问我弟子 那色是常还是无常 那有时候没有问 有时候会直接讲 那么色是无常吗 那么有时候会这样 是无常 但是它这里就是 那色是常还是无常 好 那如果佛陀这样问 那我们当然 如果你学过佛法 那当然都是知道无常 如果你没有学过 你做观察 你也会讲是无常 因为无常是很明显的 世间现象 很明显的世间现象 那么从古道来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 我常常想说 这个孔子 孔子在这个试水 看着水在流 他也是讲无常的观念 他就讲 这个 试者如斯 不舍咒业 责任之叹 你看这个也是无常的观念 孔子在试水旁边 那佛陀是在 好像在恒河旁边 讲的 那这个苏东坡是在 这个长江旁边 大江东去 让涛进千古风流人路 他还是无常啊 他还是无常啊 那这个李白是 从黄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还不复还 那还是无常啊 对不对 那从这个地方看 你不管是 你不管是 你就看树叶 看流水 看时间的演变 那么看朝代的演变 基本上 你都可以看到无常啊 我们说 这个是孔子的责任之叹 无常是一个 很常见的现象 而且是一个 很容易观察的现象 但是当然讲 有声有戏 有粗有戏 试者如斯 不舍咒业 基本上都加这个 现在是写这个舍 以前就没有锁字旁 那我们就写 不舍咒业 咒业是这样 那就是无常是 刹那生刹那灭的 就像水在流一样 一直流没有停过的 生命之流也是这样 生命之流也是这样 那 诗就是水 这个是孔子在试水 在山东那边 他老家是山东 在那里观察这个水子流 他就感叹 其实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 无常是很容易观察到的 只是我们有时候忽略它而已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变化 色寿小学生的变化 那么观察世间的变化 八大人眼睛 第一个就是要叫你 观世间无常 那么一样 所以 这个其实老实说 无常的现象 不会 就是说 很容易明白 无我比较不容易知道 老实说 无我比较很难理解 但无常很容易理解 但是你从无常 怎么入无我 这就是一个关键 那他说 我们看 他说那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 那是无常者 现在就是从无常 无常怎么入无我 但无常直接就可以知道是无我 但是这个一般 我们不容易转换过来 知道是无常 但不一定就是知道无我 世间是无常 但是我看着这个世间无常 我是存在的 我是那么明显 我是很明显的存在 你要无我不容易观 但是无常很容易 那你说我的身心变化 但是 我能见稳觉知这个心 你虽然知道心插那身插那面 但是你会觉得有一个不变的真心在 所以无常跟无我之间怎么个连结 一般人不一定连结得起来 如果那么容易连结 那么礼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道还不互还 这个就是无常 君不见高堂明镜碑白花 朝如青丝目沉雪 早上 早上 这个头发还黑的 晚上就变白 时间一下子想一想 我年轻的时候 到年老的时候再看镜子 也不够就是一下子而已 我现在想一想 我都一直觉得 我刚出教不久 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这三十年了真的 有时候我接下来想 时间怎么这么快 世间无常 但世间无常是无常 不代表诸法无我 无常是无常 但是我在这么三十几年当中 我好像也没有变 我好像还是我 你那个我会更坚固 不一定会无我 不一定会无我 所以无常是很容易 很容易明白的东西 但无我不容易 如果我在想这些事 我们自己好好想 有时候觉得 你说无常我认同 但是你无我 我也不敢不认同 因为佛说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从哪一个地方 可以去认同 去了解 会有这种问题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我们先往底下看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路处相应会讲得更细 再从近上讲 再从缘起上讲 我们说缘起是讲生命的现象 那这个五蕴六处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是在讲生命的现象 当然 心跟近 生跟心的现象 好 那这里讲 他说 比丘若无常者是苦 他就从一个苦 苦的就是无常就是苦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些是说苦就是空 空就是无我 所以有时候会讲无常无我 无常苦无我 无常苦空无我 就有这种 好 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那无常是不是苦 那无常是不是苦 这有些人就不一定可以连结起来 这个就不容易 无常不一定是苦 无常也可以是热 为什么 我现在生病 后来病好了 是不是无常 也是无常 我本来身体健康后来生病是无常 但是我本来生病后来病好了是不是无常 也是无常 我本来很穷现在变富有了是不是无常 无常那这样好不好 好啊怎么不好 那怎么会是苦呢 那怎么会苦呢 这我们早上有讲 他是从哪一个角度讲的 从行苦的角度讲的 这我们稍微要讲一下 苦 基本上有所谓的苦苦 你如果站在苦苦的角度上 那 他不一定是苦啊 他也热啊 病 生病 那比如说你 你本人健康 后来生病 这个是无常 那你生病 后来又恢复健康 那个也是无常 都是无常啊 那这个无常就苦 病苦 这个就是苦 苦苦 那这个呢 这个就跑啊 这个就是热了啊 他不苦了啊 但是 你如果 你如果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苦苦的问题 就是他没有苦苦 他无常 你看起来好像不一定是苦苦 但终究他还是苦苦 为什么 那一个就是坏苦 苦有三个层次 坏苦 你如果呢 是什么 辛苦 好 那么他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 那么最终 那三个当然都是苦了 还是苦 所以他无常顾苦 你 好 现在 有的时候说 你本来 你本来是健康的 后来生病了 这个就苦苦了 那你会觉得 啊 无常顾苦 本来 本来富有的 后来变成贫穷了 那么你会觉得怎么样 无常顾苦 无常顾苦 本来这个朋友跟你很好的 后来跟你翻脸了 不好 跟你跟你变不好 跟你变不好 无常顾苦 你这个就很认同 你会很认同 但是 那么 你生病 变成健康了 那你这个贫穷 变什么 变富有了 这个人跟你不好的 后来变成怎么样 跟你很好 那你会觉得 无常顾苦吗 无常非常好 无常顾乐 所以 那 那 欲借的众生 他就是苦乐苦乐 他苦乐参半 那 我们如果 从欲借的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 无常也不一定苦啊 无常也不是感叹词 也不是这样 他就是 他会一直变化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 你病变成健康 你本来健康 后来生病了 他的生病经过医药 要医好了 变成健康了 你不苦了 那健康之后 你会一直健康吗 会不会一直健康 不会啊 你还有可能在生病啊 你这个病好 可能是其他的病啊 对不对 你牙齿痛 医好了 你可能是头痛啊 头痛医好了 可能是腰痛啊 腰痛医好了 可能又什么痛啊 你一直会有其他的病啊 是不是 那 所以 你一直都会有 这样的压迫感 苦就是压迫 逼迫 你现在健康 你会不会害怕生病 像我们现在 为什么要戴着口罩 为什么要尽量不要出门 为什么 我现在 我现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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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毒的苦吗 没有 但是我害怕会得到啊 这种害怕 是不是也是苦 是苦啊 担心嘛 我虽然是健康 但是我担心 我会生病啊 那一旦生病 就是苦苦啊 对不对 但是你有可能都不生病吗 不会 就算你都不生病 从你出生到你之前 从你的摇览到坟墓之前 这中间你都没生过病 你到时候还是会死啊 那死了 你还是会怎么样 会苦啊 所以最后老病死苦嘛 你还是会苦 所以 这个苦 它一直存在 它没有办法去除 虽然不是苦苦 但是还是苦 因为 你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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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了之后 变健康 可是健康了之后 也可能再生病 那你就这样反复反复 它就是苦 你穷了之后变富有 富有之后就永远不穷了吗 还是可能再会再穷啊 因为战争 因为天家 因为人祸 因为怎么样 你还是会可能再穷啊 那 这个朋友本来不好 后来变好 那好了之后 就一辈子都跟你好了吗 也没有可能又变不好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 它就是什么 坏苦 就是 它会不到 那这个我们 我们的欲界 这三种苦都有 但是这个 这个比较 我们会比较停轮在这个 如果是 人啊 人 如果是天人 他基本上没有这个苦 他没有愿正位 他只有爱别礼 他也没有求不得 那他也没有老跟病 他只有死的苦 但是还是有 他变化 无双一向线 他就会苦啊 那无色界只有这个苦 他八万大节都在 寂静当中 他没有什么苦乐可说啊 那色界跟欲界的还有热 特别是这个初禅以下的 或是二禅三禅都还有喜跟乐 那消失了他也会苦啊 他有坏苦 所以 但是从究竟来讲 从究竟来讲 你只要没出三界 他就一定 苦就会一直伴随着你 苦会一直伴随着你 那人还是苦乐参半 如果你在三二道 那就苦多乐少 那地域里面是 纯苦不乐 地域里面是纯苦不乐 畜生道跟鬼道 是多苦少乐 人是苦乐参半 天是少苦多乐 色界天是为乐不苦 无色界天也是这样 那么但是 基本上因为无常的原因 他都会经历所谓的生死 那在生死之中有没有苦 生的时候也许不苦 但是死的时候决定苦 生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苦 那你像我们胎生的比较会苦 那不管生人的 还被生的都会苦 但是如果化生的就没有啊 化生的没有啊 化生的 化生的他一下子就 他也不用大肚子 也不用十月 因为你坐在这里天王坐在这里 天上的天人 男的也可以生女的也可以生 因为他不是从产道生的 他也不是经软和合的 他坐在这里 如果刀利天主坐在这里 刀利天主要有那个小王子 他就从哪里啊 也许从桌子这边 就蹦一个五岁六岁的小孩子 就在这里 蹦一个他也不是生出来的 他化生就忽然间就化现出来 那天脸都是这样 那所以他生的时候没有苦 但是死的时候他肯定苦 那生到死之间就不一定 那么欲界天的有些还有苦 色界无色界天的基本上就比较不苦 但不苦 不苦他即使八万大姐都不苦 要死的时候苦 那死之后呢 他一定生到 他不会在色界无色界天 他会到人间或到其他地方 那么他开始就苦了 那么如果你没有出轮回 这种苦的现象 就不会停止 不会停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无常是不是苦 是苦 因为有生必有死 有生死必有苦 那依无常 依无常义来讲 生就必定死 有违法是这样子的 有生灭无常 那么无常当中 有生有死 生死当中 要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位阶 如果你生到非想非非想 那你生到非想非非想 到你离开非想非非想 一天之前 这中间是不会苦的 但是一离开了 寿命进了 他一样苦 一样苦 一样苦 所以从这个来讲 三界众生没有不苦的 生死沦违的众生 没有不苦的 因为无常 所以无常故苦 那这个无常苦 是从凡夫说的 从凡夫说的 从圣者来看 世间虽然无常 但是他苦不苦 他不苦 也不能讲不苦 就是可以讲 生苦心不苦 他还是五蕴生 他还是有生命的 圣者来讲 生苦心不苦 他还是苦 像佛陀 你讲佛陀就好了 佛陀年纪大的时候 佛陀有习惯性的腰痛 背痛 所以他好像大概六十几岁的时候 就常常腰痛 在阿兰经里面 应该会 应该比较后面 病相医那边 还是前面有 阿兰都常常要帮他捶背 尤其到老年的时候 他也是 他也是经历很多苦 但是他那个是生苦 但是生苦他心不苦 所以 如果从苦来讲 他有所谓的生 生苦 心苦 跟什么 身心俱苦 那圣者的话 他 他即使是圣者 他生也会苦 他也会苦 他很痛啊 木剑连被 木剑连神痛第一 他被打到 那个血肉模糊 他说这个太痛了 没办法 我要入虐盘 他说太痛了 不行啊 不行啊 要入虐盘啊 太苦了 那有一些阿罗话语会这样 太苦了 要走了 要走了 这个人世间太苦了 他要走 他不想再留 那么 他是生苦 但是他不会辛苦 心不苦 但是即使 生苦 也是苦啊 也是苦 但是我们 我们是身心俱苦 辛苦引起 身苦 身苦又引起 辛苦 我们通常都是 身心俱苦的 我们很难得 做到 辛苦 心不苦 这个是不容易 但是就是 不管 就是我们只能 做到苦比较少 比较轻 可以做到这样 就是忍耐 忍 但是你有苦 但是你可以忍 就是你比较少 就是生苦 不会让你辛苦 那么境界 境界不会引发你的辛苦 那么 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境界会引发你的辛苦 或是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会引发你的辛苦 担忧 忧虑 不安 恐惧 害怕 这种种 这些都是苦 那么会引 这个通常有些 只要是我们身体上的苦 通常都会造成 我们心里面的不安 不安 恐惧 害怕 一定会怎样 这个就是苦 忧郁 那这些心的状态 又会回头过来影响身 身心互为影响 源起是这样的 然后 自他互为影响 心境互为影响 所以 他的根源就在 这个 你依这个境 依这个身 或依这个人而起的这些烦恼 那么会让你不断的受苦 苦是不能避免的 如果你在有违法里面 因为你是不能避免的 即使是佛也不能避免 他也会有生苦 所以佛陀有一次走路走到很 很久 口渴 他叫阿娜去跟人家要一点水来 那他有一次被那个木头 吃进那个脚里面 那他也要叫齐伯 用那个刀把它画出来 把那个木片拉出来 因为他插在神经里面就会吐 会痛啊 一根枝插在里面 你没发出来都会痛 我告诉你 那你说佛陀不是有神通吗 他叫木片自己跑出来不行吗 没有啊 他用神通把木片批出来不行吗 没有 神通也不是这样用的 那你说佛陀不是有神通吗 那口渴他自己化水 让自己的喉咙甘润不行吗 没有不是这样的 这个夜报生他 当然你说行不行 可能也行啊 可能也行 但是神通他 这个我们叫做夜报生 神通也没有办法改变夜报 他是没办法 那他唯一的就是在这个夜报生之后 不再受夜报 已经受了就不能不苦 就不能不苦 但是他可以用心力让他不苦 当然也可以啊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陀吃了那个 唇陀的供养 沾痰木耳嘛 拉肚子拉得很厉害 从此他都没有吃 没有吃他不是在这边休息养病耶 没有 他要走去居士那路涅槃 也很辛苦还要缩法 从那个是最后一餐了 可能还要走好几天耶 从那里再走到 唇头供养的地方 再走到居士那路涅槃的地方 可能还要走好几天 但是他自然就没吃 但是他拉肚子的状况没有好 中毒嘛 那所以这个他就能忍 那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苦他是 在这个世间上 因为无产故苦 那你只能说到 就是说你能够不要 就是能够尽量让你的心 远离烦恼不安恐惧 这一些东西 那么可以让你的心里少一点负担 能够做到辛苦心不苦 那这样就算是有一点功夫了 就是你的法有一点功德了 那我们也只能做到这样 后面也会讲 怎么样生苦心不苦 尤其是到那后面病相应的时候 他会教导那些生病的比丘 或是面临死亡的比丘 我们就是祝念 他不是去那边念佛啊什么 不是 他会告诉他 你怎么样关照这个身心 你怎么样关照这个身心 那因为你越直取 你的身心感受就越强 你的苦受就越强 那么又云朗你的心 他是怎么教他的 好 那我们再看 他说 无常是苦 若无常那是不是苦呢 比丘就跟佛讲 是苦是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异法 就是世间不断在改变 生灭变异 虚为无主 如是观察 见离生死 八大人绝经的 那么多文圣地子 凝于中 那既然是无常苦 是不断 不断生灭变异的 那么一个 一个多文 智慧多文的圣地子 那么会不会 凝于中见 还会在 这无常苦变异法中 直取有我 那么就是无运中有我 无运是我 无运之外有我 我在无运中 无运在我中 还会这样吗 那比丘就跟佛讲 不会的 是尊 那么 受想形式也是这样 就是 我们把它连起来讲 就是还会在这个无运当中 直取 这个无运是我 如果分开来讲就是 会在射中直取 射是我 会在寿中直取 受寿我 所以后面就受想形式 亦复如是 那么诸 事故比丘 诸所有色 一切色 那一样 这里有所谓的无主 死一种 但是一般人把它分作四类 无主死一种 四类法 相续品类 去处差别 这四类 好 那我们说过 比较难处理的就是 后面那个远近差别 那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粗细 就是 不是啊 就是可能是 大跟小 或者你 你 越小的 你越 你越看不出 那 越大的 你就是看得清楚 那么 也有可能是这样 大小的差别 那它这里是远近 好 那所以 若内 若外 若出 若隙 这个是从各个角度 从这个五印身心的各个角度 那么去观察这个五印身心的存在 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真实的 那么所以它说 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息 好丑远近 那么 比一切 这一切 不管是 从受想形式上去看 都 非我 不亦我 不相在 非不 都是否定 否定掉 有一个真实的我 其实就是这样 不管它是 给云我 离云我 还是相在我 好 那受想形式 也是这样 比丘 多文人圣地子 观察五受因 那么 非我 非我所 那么 我 它这里 我是 是我 亦我相在 那我之后又有所谓我所 那么所以 这个如是观察者 于诸世间都无所取 就 不会直取这个世间 既然不存在的 你就不会直取 因为 这个是假的 就好像 简单来讲 外面有一块黄金 你看到了 你很难不注意 但是自从你知道 它是假的之后 你就再也不去注意它 真的是 你看到那边 有一张 一千块的钞票 你很想捡 又不敢捡 又怕人家说你贪心 不捡 又觉得 等一下飞走了 也浪费 被人家捡走了 还不是人家捡掉 就心里面会挂爱的 多少会挂爱 那么 但是自从你发现 那是一张纸而已 你就再也不挂心了 对不对 假的嘛 如果是真的 你会告诉自己 不要起贪心 不起贪心 你还是会看 到底有没有飞走 如果没有人捡 等一下我再来捡 如果有人捡 就给别人捡就好了 但是你多久 还是会看一下 但是自从你知道 它是假的之后 你看都不会再看 飞到哪里 你不会在意 对不对 这种是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一旦你知道 这个是无常的 假的 你就不会那么在意 你不会执取 但是你认为 它是真的 对你好的 有价值的 你很难不执取 告诉你 比如说 他告诉你 钱是毒舍 毒舍是毒舍 被他咬一口也甘愿 但是你如果知道 这个不是 这个没有价值 当然我们思维 它的过患 就是未患 你就要你思维 它的过患 如果你真的 思维它的过患 患大于力 那么你可能会放弃 不执取 但是当你思维 它的过患的时候 你又觉得 它也有好处 你好处大过患的时候 那你又会执取 但你一般人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认真思维 看到它的过患 他只会看到 它的好处多 看到它的坏处少 会这样 所以还是会执取 但是如果你真的 从根本上 它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那么你就 对于世间的一切 都是无常不真实的 马上变异的 那么你 你不会很执取 你就不会很执取 好 所以 它说 于诸世间 都无所取 那么一般来讲 这个叫做无相 那么无所取者 无所着 这叫做无所有 那无所着固 自着 自觉涅槃 那么 无所取 无所着 爱取有 那么你如果 不再 直取这个世间 那么断尽一切世间的烦恼 那么当然 那么你就能够 处理这个三界 就不受后有 因为你的后有 我们就有两种 一个是现实的存在 一个是未来的潜在 这个身心 无印身心 是现实的存在 我们这个有 这个有 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现实的存在 有就是存在 就是现在的 我们这个无印身心 我们现在这个无印身心 现有的无印身心 现实的无印身心 它是有啊 但是 另外一种就是 你在这个无印身心 累积的业 它变成未来的潜在 它也是有 它就是累积累积累积 你这个无印身心 当下就是累积 这个未来的潜在 所以你现在是人 你累积什么业 不一定 六道的业 你在累积 一个人 他都累积六道的业 天 人 这个是世间的 在世间的 当然你也累积出世间的 善业 也有可能 但是 所以你累积到一个程度 一年到了 你就出世间 你就解脱 也可 像舍利弗目见 也是这样 天人 阿修罗 鬼 畜生 地狱 那么 当你这个无印身心 现在你是人 你可能修生天的业 可能修人的业 五戒十善 那你可能修阿修罗的业 修鬼的业 修畜生的业 修地狱的业 那这个都是贪嗔痴 比较重的 他依贪嗔痴 造什么 杀到淫妄 那么 俄道三二道的业 那么这个是维二 阿修罗是维二 所以一般把这个叫四二道 那北传把这个叫三三道 三二道 好 那么天人是比较偏善 这个是善多恶少 这个是 这个是善恶参半 好 那你在做人的时候 你就累积这些业 那到时候看你命中的时候 看哪一些业比较多 如果十善业的最多 随重嘛 随业啊 怎么叫做一业轮毁嘛 业就是什么 看你的重业 随你的重业 如果你天人的 业照得多 不失慈戒忍路 修得多 那禅定有修到色界天 没有禅定就在玉界天 那么你就升到天上去 那你可以修天不升天 发愿来人间 那是可以 那就是你会 你死了之后 当你 当你这个五音身心 运作的时候 你在修善业的时候 你已经累积你天人的业 未来的潜在 所以 比如说你做一个很大的善事 你还没到天上 天上你的宫殿已经盖好了 真的哦 这个经典里面也有讲 你做了一件 你决定可以升天的月 就是你帮助很多人 救很多命 那发心发很大 这个时候 你天上的宫殿已经盖成了 那么你还没往生之前 你又做更大 那么你可能这个宫殿就消失了 你换成什么 天王的宫殿 因为你会做天王 刀立天王 有可能哦 因为你做得更大 因为它是化身的嘛 化身的就是水里的业 它就在那边化身 第一也是哦 你现在照第一的业 或第一的心 你那个第一的火炉 有一个已经煮好在等你了 真的也是一样 他已经煮好在等他了 就等他掉下来 就掉到那里去 那天上的宫殿 如果你现在善业做得多 那么 你还没去 你天上的宫殿已经盖好了 有一点像我们买那个预售屋一样 就是我们先付款嘛 然后等他盖好我们就去居住嘛 但是它完全是这样 那类似像这样 你钱已经付了 当然你为了我可以换大一点的 就是它随着你的业 它不断在变 那你现在 比如说你畜生的业照得多 那么你可能下辈子要去做牛的话 那么你那个做牛的业已经形成了 等到你一生就马上投胎到那个牛的妈妈里面去 那也会这样 所以它这个叫做未来的潜在 未来的潜在 那依你在身所造的业 那么不断累积 依现实的存在 不断累积未来的潜在 就这样生死相续 那么这个出生之后 未来的潜在因缘而合 也许是人 也许是天 不一定 也许是三二道 不一定 看你 不过佛教徒来讲 多数都是在人天 佛教徒因为他会努力造业 减少恶业 所以多数都会在人天 你不用怕三二道 真的 除非你造过很大的恶业 多数在人天 那你也不用往生的时候 还要给你那个干露水真言 你用不到 你又不是恶鬼 那个是咽口鬼 或是真口鬼 你用不到 你也不用拜 你不用那些 你不用烧那些 烧那些植物 我最近看有一个 人家子女特别孝顺 那么 以前你知道那个烧那个脂肪子 都还有附汽车 有没有 那现在没有 现在都附飞机了 真的 我说奇怪 我现在进步了 用飞机了 就烧飞机了 烧一辆飞机给他爸爸妈妈开 那么基本上你都不用那些 因为天人他自有他的福报 那么你也不用 老实说 你善业强的话 你就直接升天去了 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七七十九天这样的 但是一般人 一般人基本上 也不会到善恶不定 多数的人不会善恶不定 多数的人不会善恶不定 只有非常少数的人 善业恶业差不多 差不多 善业恶业差不多 那个时候才不一定 但是我发现 其实多数的人 尤其是佛教徒 他比较没有善恶不定的状态 比较没有善恶不定 真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种 还要做七 还要四十九天 我告诉你不用 多数啦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没信心的话 你现在开始做多一点就好了吗 对不对 你这样善恶决定就好了吗 那种是善恶不定 才会这样 那多数的人不晓得这个道理 那所以这个有 它是一种 你现在就有未来的前在 我们现在身上都是有六道的愿 都有六道的愿 但是佛教徒来讲 基本上都是善业偏多了 人天的业偏多了 当然如果你有邪见就不一定 有邪见很容易堕入畜生道 如果你的慢心 秤任心强 如果你的慢心跟秤任心强 你很容易堕入天龙八部 或阿修罗道 或是鬼道 基本上是这样 就算你有行善有修行也一样 也一样 但是你只要就是聚政见 那么有五戒十善 这样基本上都不会堕三二道 因为是依业去的 是依你自己的业去的 你决定要去哪里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它这里讲 前面说 这个无所拙 无所取者 无所拙 无所拙故自觉虐凡 好 再来看143经 我们看143经 他说有一天 佛在奇缘今生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若无常设 有常者 这个要分开看 他基本上就是 本来是无常的设 设无常 前面讲设是无常的 受想形式是无常的 那么 他有常 假设他是常 设是无常的 那如果你认为他是常 因为你这样不容易看 若无常设有常者 无常设是指这个设本来是无常的 但你现在以为他是常 你认为他是常 好 因为一般如果有人认为他是常 那么如果设是常会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无常设是说 这个设本来是无常的 但是我们 当然这个设是指这个身心 五蕴 我 我是无常 但是他分析这个我是设受想形式 所以从设上说 大部分的人不会认为设是常 但是会认为我是常 是这样 但是从印度的观念里面来看 那么比如说圣论 那么圣论 圣论师他讲 这个世间是由物质跟非物质 就是神我跟自信 我们来讲到设是常这个概念 为什么后来阿比达姆 说一切有不会认为 设法也有极为的实在 它是常 它有实在性 那么设 极为是实在 我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观念 这个是设法 设法分析到最后 极为它是实在的 那么一般我们会讲 这个是设法的什么 自信 那一般我们都知道 世间是无常的 可是 那么无常 它有一个所谓假币医友 那么你无常变化的这些色 在这个木头 那么 有时候我们会叫做能量不变 能量守恒 就是说 它只是转换成另外一种物质 另外一种能量 但是它并没有消失 就这种概念 那比如说我们说 树论 树论是六派哲学里面的 它讲所谓的二十五地 二十五种实在 地是实在 地是实在 你看我们讲二地 讲四地 苦极灭道 讲二地 天台讲三地 空甲中 那么它是二十五种实在 那这二十五种实在 都是从什么 从神我跟自信来的 由神我跟自信 那么演化成 色受想行事 颜耳鼻舌身 色身香味处法 演化成这些 然后地水火风 演化成二十五种实在 那么 这个神我基本上就是信 这个自信基本上就是指 非精神的 这个是精神方面的 那么精神上面的实在 就是原 根源 根本 这是精神上面 这个是属于物质上面的 所以它有那种自信 它有一件 有那种实在性 那么它就是场 它就是场的概念 它这种实在就是 它一直是这样 它没有改变的 恒常独一自主 它是世界最初的元素 就有一点像我们 早期讲电子直指 所有的东西 只是电子直指排列的不同而已 那只是这样 元素 那有几种元素 元素组合合成这个世界 包括我们的身体也一样 所以它是场的 很场的实在的 它是这样的概念 那这种观念 在印度里面 其实在思维 就是在哲学 或在宗教里面 它是很流行的 那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触这个 好 那也不是只有树论这样讲而已 婆罗门里面讲 比如说讲 讲这个上帝 它是实在的 那么它创造了这一切 众生 因为是来自于上帝 所以也是实在的 就变成这样 好 那它这里讲 它说 若无常色 色是无常的 假设它有常 就是它实障 那么这个色不应该有病有苦 就是会改变 那这个是从人来讲 就身体 我们从身体 色受想形式就是身心结果 那这假设我们说 认为色是常 那么色是常 由色法组成这个身体 因为每一个色都是 就不管你是那个根源是常 你组合的 由这些常组合起来的 还是常 因为每一个都常 每一个元素都是常 比如说每一个细胞都是常 或每一个电子直指都是常 那么这些组合起来的 也是常 一样 所以它不应有什么 有病有苦 不应有老病死 不应有老病死 那么如果讲详细一点 那就是它牙齿不会脱落 面皮不会皱 那么脚不会没力 有种种这些 那么所以 义不应于色 有所求愿 假设 这个如果没有解释 不容易看 就是说 假设这个身体 就是色法 这个身体是 无常的这个身体 你认为是常 那么它就不应该有病有苦 那也不应该 义不应 就是它也不会 你也不会对这个色 有所求 就是有所愿求 欲令如事 不欲令如事 欲令如事是什么 让它快乐 不要让它痛苦 不要让它老 它会老 我不让它老 它会病 我不让它病 它欲远文会出现 我不让它出现 它面皮会皱 我不让它做 就是会这样 就是欲令如事 不令如事 你看我们花多少时间 在我们的身体上 我们 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 不管你是要保养 还是要保护 那么 基本上 你都是什么 欲令如事 不应如事 都是这样 我要让我变年轻 变瘦 变漂亮 我不要变丑 变胖 变病 变什么 这个叫做欲令如事 不令如事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会变 你如果不这样做 如果我不运动 我的身体就会生病 如果我不运动 我就会变胖 变丑 如果我不吃营养的 那么我就容易生病 就是它会变 因为你如果不给它好的条件 它就变不好 就好像那为什么戴口罩 因为我如果不戴口罩 你感染的病毒 那我就会生病 我要被隔离 然后要吃药 那么 所以 这个叫做欲令如事 不令如事 那你不要 你想要 你想要快乐 不要痛苦 可是 因为这个无常的身 会让你 痛苦 而没有快乐 所以你为了要 让它没有痛苦 你必须要常常给它 给它一些条件 那既然是 你要保护它 维护它 照顾它 它才不苦的 那表示它不断在变 它不是常的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不应 你不会 你不会对这个色身 讲这个色就 因为连接到身 就比较好懂 对这个色身 你会有所 愿求 那么 希望 我这个身体怎么样 不是怎么样 那 以色无常故 因为这个色身 是无常的 因为这个色身 是无常的 所以对这个色身 有病有苦生 当它病起来的时候 那么 它底下说 亦得不 欲令如事 不令如事 你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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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病 我不老 不病 不死 我想要让它 不老 不病 不死 而不让它 会老 会病 会死 也是这样 就是我 就是我 亦得不 亦令如事 就是我才会有 亦得不 就是我才会有 我想要它 不病 不老 不死 不老 不病 不死 那么 不让它会老 会病 会死 或是快老 快病 快死 就变成这样 所以 心也是这样 受想行事也这样 苦受热受 种种想 种种思 也是这样 所以他就跟他讲 那比丘 你怎么想 你认为怎样 如果是这样 那社是常 还是无常 那他说 社是无常 那无常是不是苦 那是苦 那既然无常是苦 他不断在生灭变异 那么你一个智慧 常常听 无运无我的人 那么还会在中直取 有我 这个社身 这个五蕴身心是我 五蕴身心之外 有一个我 我在五蕴身心中 五蕴身心在我中 你还会这样直取吗 这个比丘就跟佛讲 不会是尊 那受想行事一无路就是五蕴 受想行事 所以比丘 他又回过头来 讲 就是从前面 我们前面讲的 一样 那么所以你好好想 一切所有的社 其实就是五蕴身 后面受想行事 一无路是说 五蕴身心这个我 不管你从过去 从未来 从现在 从内 从外 从初 从细 从胜 从烈 就是好丑 从远 从近 你会发现 那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 你从哪一个部分去分析 你都会发现 这中间 射受想行事之中间 没有我 也不是离开射受想行事之外 有一个我 也不是我在射受想行事中 射受想行事之中有我 也不是 射受想行事在我中 你好好观察这一切 如时之 就是如其事实的知道 五蕴身心 没我 无我 无我所 那么当你这样去观察的时候 那么 正确如时的观察的时候 你就不会执着这个五蕴身心 就于色 生 厌 离遇 不乐 解脱 厌故离遇 离遇故不乐 不乐故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厌就是什么 厌就是前面说的 不执取 你不会 你不会执取这个色身 要他一定这样 不让他一定这样 因为他会变 这个你是知道的 但是你虽然照顾他 你不会受他限制 不会他变化了 你就很痛苦 不会 变化本来就是会变化 那所以 你 一色 不执取 不执取 你就不会去贪求 因为你要他变 所以你会用种种的方法 你去贪求 做过多的干涉 你不会 那么你 离遇不乐 你不会贪爱 那么你就从不贪爱 这个色身中得解脱 当你 当你不执取 你的身心 你不执取 你的身 你就从 你就从 你执取身的 这个束缚中 得解脱 一样 就好像一个人 简单讲 一个人 很注重 非常在意 他的穿着 那么他很怕穿出去 不体面或难看或怎么样 所以他每次穿衣服都要考虑很久 那么每次都要穿最好 没有穿到好的衣服 他就会很难过 那当他开始不在意的时候 他就从这样的一个束缚中得解脱 当每一 当有一个人 他吃东西很在意的时候 一定要吃有机的 一定要吃健康的 一定要吃什么的 好吃的 一定要吃什么的 所以他每次吃东西都很紧张 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是有机的 这个水有没有过滤过 暖度 纯净度 有没有符合标准 这个东西 有没有农药 有没有什么 他非常在意的话 那么他每次吃东西都会紧张 那他如果发现到说 吃东西 他已经挑过了 这个都是剪干净的 有人跟他讲 你刚才吃那个 其实是骗你的 那个是挂有机的名字 其实不是有机的 他虽然已经吃了 吃的时候不担心 吃完了之后 你再跟他讲 他就开始担心了 就是什么 他就会有种束缚 一样 你执着什么 你就哪里给你束缚住 那当你在这个色身上 执着的时候 当你在色身上执着的时候 这个色身就束缚你 你每次想到 你就 你就有那个压迫感 你每次照镜子 你就有压迫感 每次人家说 你变叛了 你就有压迫感 那么所以 你就在这个色身上 你会不断不断 你直取得越深 你的压迫感就越重 你的苦就越多 那当你不直取的时候 你不管人家怎么讲 但是你自己知道 你要怎么做 那他的 他的审美观 不等于是 全世界的审美观 也不等于 你自己看自己的价值观 不一样 所以 当这样的时候 我们叫做 深厌 离遇 不乐 解脱 那受想其事也是这样 太宁愿注重你的感觉 你的感受 也一样 所以多闻圣地子 多闻圣地子 那么他如实地去观察 这个五蕴身心 他不直取这个五蕴身心 那么他就从 这个直取五蕴身心 这个地方得解脱 那解脱之后 就有解脱之见 我身以尽 犯人以利 所作与作 自知不受厚 好 那这个是143经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